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大家来看一下 它这个很明显就已经颜色变了 有没有 这个是皮肤的颜色 正常的颜色 那这个是特别突出来 那所以它已经进入到 我们分类的乳癌的第二类型 不要看这样就直接去捏着 先第一个帮它诊断 如果有硬结肿快先把它 先确定还有没有其他 这里有一点嫌疑 这里都是松软的 但到这里 你看它这里松软对不对 那我不是教你们 接下来要什么按 局部的 这里大块没问题 也就是它没有大肿瘤 那还要去确定有没有小肿 那就是用这样 诶 这里你看 来我弄给你们看 有没有 跑来跑去有没有 那这个就是硬直快 有没有 大家有看到 有没有 所以这里有这样嫌疑 但应该还有一点软软 不是很严重 但要注意了 这个等于在处理上可以同时处理 也就是这些就是诊断 所以它不能放松 它这里是到第二类型 因为我看过第二类型就是有硬块 处理不好慢慢硬 这里也硬 那里也硬 越来越多 一下子就爆 爆了就变得很严重 所以现在它蛮好处理 应该这里有这种嫌疑就要赶快处理 它都是那个姐姐在帮她 来 那你来 这样你处理它 你一定要学会整个 因为它这里是没问题的 这个硬块已经很明显 但是你要确定它这里还有没有 要不然你一直处理它 万一这里有 不是 先抓 先这样抓 整个抓起来 这里都松软 对不对 这个就没有问题 好 那你这个松软没有问题之后 再来找局部的 局部怎么找 好 开始这样 这样 这样捏 捏 你看这里都松软 看这里 这里就有一点点 这里更多 所以它这里 这里也有一点点 还有这里也有 你摸摸看 这样捏 你就捏得出来 有没有 好 你捏到下面看看 这里 有没有 这里有 但是我要的是那个块状 你深层你这样 有没有块状 有 有一点块状 那这个就要处理 知道吧 我的意思是 现在它没有什么问题 但块状越来越硬 越来越硬 也许就又变成另外一种 那这个也是你揉到深层 按到深层去 有没有 也有一点咸你 只是没有那么明显 对不对 但好 你再来捏捏看 这样 轻轻的 这里不能太大力 有没有 这个就更明显了 周围已经都形成固定 这个诊断 我还是会要求 这个帮人的那个指甲 就不能留指甲 要不然你怕容易抓伤罐子 然后抓出来了之后 好 怎么处理呢 体力看起来都不错 你现在有什么头阴 什么全身无力这些吗 就头一点脏脏的而已 那个头脏都没关系 那个是地上 体力还好嘛 走路爬山什么都没 那这个如果这样 没有什么特别 一般是轻重症 不会有生命威胁 所以处理上 就是以按推为主 乐园为服 那这样乐园图这里而已 如果他确定这一边有硬坏的时候 我的建议是 另外一边再找找看 如果有顺便处理 我 我只是提醒你们 在做法上 应该是这一边检查完 这边也有 确定这一边有 那这个也有机会 我们现在做重病患者也是这样 有时候这一边走 再摸一边也是有 然后再紧 因为右手之一之后 原来他两边都有 是啊 他表情你看他 那个是痛 痛啊 你不能摸那么大力看 看好 好 手这样 贴着这样 这样就可以检查出来 这样你会痛吗 不会啊 这样没有什么事啊 所以却这个诊断不能用 用好像铁沙掌还是什么 去抓人家 不是这样 是捏捏看 这样捏也不能带大力 就是这样轻轻的这样 看看有没有硬坏 但是要按到深层才捏 不要这样表层这样捏皮 那个没用 就是这样进去一点 这样 这样就可以摸得出来 这里有一点显影 那这样就可以 那你这样表层你就摸不到 那这个也是 一定是要捏在根部 不是在表层抓皮 好 这样大家检查都没有问题了 那就确定 这里有一点点嫌疑 这里也有一点点嫌疑 但最大的是这里 这里因为很明显 它已经变颜色了 而且硬块已经形成 所以它周围一定有痛 这里痛不痛 这里呢 这里就痛了 因为它面积很小 所以这时候不适宜用这样的 就是 所以我说各种形状不一样 一定要针对它的形状 现在用直腹 直腹 或是用拇指这样都可以 这里也是痛 这里呢 轻轻摸就很痛了 那这个真的是有问题 这个按到最后 但是它很痛的话就是要慢慢按 这里痛不痛 痛不痛 轻轻这样就痛啊 这个确实要处理 这里是很明显 然后有硬块 然后硬块如何推到柔软 然后这里也是 好 这里的推法 它有形 有些就是乳癌 它只有硬块跟皮肤一样 那怎么处理呢 涂姜粉泥一样 因为面积大 肉多 看肉多肉少 如果肉多 你这里贴住 比如说把它固定 这里来 然后就这样把那个硬块 有没有 那这样很舒服 就是整个手一定是柔软 不能用抓 我用大力推 我这样是不是蛮舒服的 然后你涂姜粉泥这样 它会很舒服 千万不要用这样 这样 这样它会不舒服 好 我再解释一下 这里把硬块 一定用涂姜粉泥这样涂完 这个是最最重要的步骤 然后我们之前还有教过就是 测试里面还有没有压痛点 就是沿着肋骨 有没有 这个 这样痛不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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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只是辅助 如果有痛点再顺便帮它处理 那如果没有就算 还是以硬结肿块这里处理 所以你第一道 但是不痛就没关系吗 不是 有硬块就要处理 你有一点点硬块 所以涂姜粉你不要只有处理这里 最好这里 你这里有一点点小小的硬块 这里也有根部 你这样应该有感觉得到 那这个最好先处理 为什么 不要等到变成这样 那有处理 它会越来越松软 即便它没有一下子变松软 也不会恶化 那你就会比较放心 但这里确实是你的大法 这个一定要去找配持 固定时间 那我们就来看 手法大致都差不多 最主要是从根部 好 好痛喔 痛喔 好痛 好痛喔 所以那个还要温柔一点 遇到很痛 其实一定要热 热够的话 它痛就轻轻了办 固定 它不能够快 就是用慢 好 它会那么痛 如果遇到这样 先把大开关心去 如果照第一个 我们是要先从背部 背部涂浆的泥 脚部涂浆的泥 然后把背部的痛点揉开 它这里就不会那么痛 然后在涂的时候 它就比较容易接受 所以我们现在少了这个步骤 你直接按 因为时间不够 我们没办法从头步骤做到一次 你看到不然一个都要做一个多小时 我们已经不够了 现在只是教你们局部 但整体的 比如说它那个背后要按 说这次没有按背 它就比较痛 我相信 所以它不是重病嘛 那轻重症是以按推为主 那按推在哪里 大开关 就是背后啊 按完 它一些痛啊 蹬紧啊 它就会松掉 那我们再来 那这个痛就可以必须减轻了 如果按了都没有效 那就是半酥 那这时候再半酥加强热 跟按推 所以背后的按针非常重要 我再提醒一下 它那个颜色变得已经不是像正常的皮肤 我只能说很可能会爆 也就是按到最后 它里面一定有脂肪 它就会破皮流出来 那流出来 它才会消 如果它一直积在这里 它会很痛 它不会痒 所以在按的过程中 有时候它会感觉肿胀 痛 肿胀 那是正常的 记得哦 不要说患者肿胀是如果我按错 不是 它肿胀之后 然后慢慢那个红色的那个皮薄的地方 它就会破掉 它破掉之后 它就会流出脂肪或血液 它流出来 刚那个肿胀 就会突然就消下去 哦 这里就痛 对 这个很有可能 因为它这里刚好对过来 你看 还满足 哦 这里也痛 哦 刚好这一段 对过去 这样 哦 所以这里两边都痛 这样也痛啊 哇 这个手法已经算很轻柔的 那你背后那个大开关真的是大问题 你有做福利挺身吗 破胸这个都有做 一定要坚持哦 好 我下面再帮你找一下 好 我还不是痛 这里也痛啊 嗯 这里痛吗 哦 不会 那太痛了 嗯 按完就比较没有操痛 对 应该是 它操痛应该是最后 你要注意啊 它很痛哦 不要松手 哦 要跟它先沟通好 嗯 就是慢慢有 我 你可以灵验轻 要叫它忍耐一下 嗯 啊 你轻慢慢让它能接受 嗯 然后慢慢时间久一点 要把那个硬块柔软 那这个它会好 嗯 如果一直怕痛不敢按下去 嗯 它那个硬块就一直存在 然后还有哦 用电热吹风机先吹一吹 吹热哦 它也比较不痛 嗯 只要有热 痛就减轻很多 然后再涂 你注意 它那个手势很柔软 嗯 是不是 所以感觉不一样 所以你要这样才能由轻而重 啊你一下子按下去 那个蛮力 它就受不了 嗯 它会推 对 找到我那个筋 然后推它 这不行 不行 这 所以手法很重要 那这个你手法出了问题 比较不痛的 嗯 是不是 啊这样按开了也会松 嗯 啊这样慢慢推 你看它痛它就停止 然后慢慢的 嗯 不急着 然后它痛就稍微让它缓解 再来推 揉到它最后一会软 啊也比较不痛 它可以揉到这样 但要花一点时间 然后要让它有一点痛 它又能忍受 那这样就能解决 好 呃这个患者哦 呃体力还不错 那它有去西医检查 也就是呃切片检查 它下面那个硬块就是切完片 然后就突出来变得很硬 那西医也确定那个是乳癌 但患者他不愿意接受啊 就是西医的啊手术化疗 这一类的处理 所以他寻求原始点 那我们的诊断 第一个先看他体力怎么样 哎体力不错 那所以我判定是性重症 性重症是以按推为主 热源为辅 可以 所以可以先按推 比如大开关先按一按 我们再找痛点就不会那么痛 好 那周围的啊 涂姜粉泥局部就好 因为它不是重病 不用前胸后背都涂 不需要 局部加强就可以 那按推的方式大家也看到 就是以患者能承受 肺炎进去 那体伤就比较容易修复 好我就补充到这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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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